不知道儲卿是怎樣看的呢 儲卿 其實在他演講之前 其實我們都說 他這大批四有個儲卿說話 我們要關注後 我們都一直看著 就以為有什麼新意 但是真的 講來講去那些 令人多失望的說話 因為其實我們一直認為 耶倫在美國是一個技術官僚 他是做過聯儲局主席 現在做財政局 但是他一直覺得是一個學者的形象 讓他覺得他是做經濟 是一個經濟的大師來講 當代的大師 但是他那一篇講話 我看原版的 看完原版的講話 一直在讀稿 他整個神情是很呆滯的 這一點可能是大家要去 他完全像一個學者 講出他自己的內心想法 那種的神態 大家可以去翻聽一下 他那個現場的live 那個speech 一直是很小心 不停看著這張稿 他的眼神是很空洞 但是我們看回一些 好像Jory Seck Jory Seck 就是那個 美國的一個學者 就是當代的一個學者 是很有信心 他演講那裡 他曾經是被人打斷 因為他說 你們看中國看錯了 你不應該敢忍對中國 而是被人打斷他講壞 但是那個學者說話 是很有信心 沒有稿的 但是耶倫這次說話 這個政治性是很小心的 那他整篇說過什麼呢 我第一個印象就是 聽完之後 壞事你要做盡 好事你佔盡 還處理著就扮到好人 就是一個這樣的印象 如果一個學者說出來 這個第一個印象 真的很糟糕的 他可以說他很坦誠 那這篇說話 是把他自己想說的 真的說出來 那他講這篇的發言 在網上也有很多報道 也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他一個 在相片裡面是 牽涉面最講的一次 那他講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他不只是講這個經濟 他還講了很多關於 跟經濟沒有關係 而這件事又影響著經濟 那就好像大Sir這樣說 他好像就是邏輯思維都已經亂了 都不知道他講什麼 那他自己說 他有幾個論點 值得大家去考慮去講什麼 他說 他說 任何與中國想著中國脫勾的努力 都是災難性的 我們美國就想尋求和中國建立 建設性和公平的經濟關係 但是他又說 當我們的撤身利益 就是他講的是國家安斷 他將會受到威脅的時候 美國就會堅定地捍衛國家安全 即時犧牲中美關係為代價 那你們為了捍衛你所謂的國家安全 那你可以犧牲他做災難性的結果 他前面一句就說 如果和中國的鐵勾就是災難性的 那後面一句就說 但是如果我們撤身利益受到威脅的時候 那美國就會堅定地捍衛國家安全 即使犧牲中美關係 那就是說 我會即使是災難性 那如果只看一句 我們每一個國家 都視國家安全為最高標準 沒有問題的 即使是犧牲經濟 都要海外國家安全 我覺得這句話是沒有錯的 那我們中國都是這樣做的 我們中國都是這樣 我們做生意還是做生意 但是如果你是影響到國家安全的 我們都寧願是不跟你做生意 沒有問題的 但是這個最微妙就是說 美國的所謂國家安全是怎樣定義呢 那我們可以看回一些最簡單 他們現在去對中國的那些制裁 它全部都是用國家安全 它的芯片 你的芯片已經到現在已經是瘋到 以前就說 你那些高端的 新科技的芯片都不給你 但是現在不是的 它簡直是連28納米都說 不給你就不給你 總之就任何的芯片都不給你 又要荷蘭你的光刻機 賣都不賣給它 以前荷蘭都還是說 那你不給我賣最高的那種 最高規格的那種 我賣的普通一點 行不行 這樣也可以 那現在連這些都說不給賣 那當然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口 他們自己都會有很多辦法 去繞過這個制裁 但是美國它用國家安全 這個就是問題了 你以國家安全為理由 你可以去制裁一個 跟一個沒有做錯事的國家 其實中國做過什麼呢 TikTok做過什麼 最簡單 你說你禁制TikTok 就因為有國家安全 但是專頭它又說 但是除非你賣給我美國公司 你賣了你的股票給我那個公司 你就沒有國家安全了 那這個是經濟還是國家安全呢 那美國做了很多的制裁 做了很多的事情 利用它的比原霸權 或者是它沒收人家的資產呢 那所有它說的都用國家安全為理由 好了 那我們聽完它說這件事 那我們作為一個中國人 我們想 你是不是真的想和我們 繼續努力維持中美關係呢 你說得口口聲聲說 我們不可以脫鉤 這個是災難性 但是如果影響到美國的國家安全 我們就不惜一切的 我們會虛唐脫鉤 想到底你脫還是不脫呢 如果你的美國安全 國家安全的標準是這麼低的 是這麼飄忽的 這麼搬龍門的 我怎麼跟你玩呢 你今天就說脫 明天就說不脫 我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才脫 那所有這個人類的社會呢 其實在那個文明 現代文明裡面 所有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構建在什麼 不是科技 是回到最簡單的誠信 你想想我們這個社會 人類現在的文明 它建基是什麼呢 是一個誠信 等於我們去銀行 入錢 存的錢在一家銀行 將一身的積數放進去 其實我們為什麼 因為我們信 我們信這個銀行 是一個規則 這個規則是一直 我們其實不用想 有意思是一個信來的 我們信什麼呢 我們去請個律師 專業人士 他簽個紙 那很多政府網站派 因為為什麼信 這個是誠信 那我們有時候去談生意 去談合同的時候 幾大張合同都好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一個 我們談下來 一個誠信 我信你 你信我 我們才可以去做 如果每一件事 我們那張合同都簽到 長篇大論幾十張紙 這個社會的速度就很低的 還有很多一些 合同裡面 講的指向的每個字的定義 都是叫大家 除非一些國際合同 所有的definition 所有的字都會有前面的意識 每一個字是怎麼解釋的 怎麼理解 但是如果說 我們人類 互信 連那個語言都不信 它可以轉頭說 我們 不可以和脫歐是災難性的 然後 它的definition 後面在它自己的版本裡面 和中國脫歐是基於美國的安全 然後美國的國家安全是什麼呢 在它的定義就是說 你的tiktok不是我控制到 沒有backdoor給人 就是我的國家安全 這些這樣大家去考慮一下 我們日常生活中 我和你說了 是這樣的就是這樣的了 原來你的解釋和解釋不同的 而你的解釋是根據你自己 當時你的好處 我就搬奴門 那這個人類社會呢 就崩潰的 等於我用一張鈔票去買東西 我也是信這個政府出這張銀子 是有信用 我這個銀子去買回適當的東西 但是現在美國就已經是 自從它將金本位取消那天 已經其實是大家知道沒有了誠信 因為它當時說 在全世界用我美元代替了英鎊 去做一個世界的reserve 就是世界的儲備貨幣 當時它提出就說 35元美金換到一盎司黃金 是這樣的一個基於這樣的論述 才是大家英鎊退出 由美國做了主導 但是到法國的人 換金換得多就是它沒有了 好像在1971年 尼克遜取消了這個金本 我以美國就是以法國債 我以我美國信用為背書 我的美鈔就是美國信用 那就是在說信用 那如果看看耶倫這樣說的 我不覺得它有什麼信用 就是信用應該是破產 那它又講到很多 它的內容就講到 它經常就是這樣 先說一樣 我對中國是沒有偏見的 我們對中國是支持的 我們是希望維持中國的關係 保持溝通 良好健康的溝通 我們生意繼續做 但是它轉頭 它又會說 但是呢 我要你中國有的經濟競爭 要公平情況下才行的 你們不可以去幫你們的國企 或者國內公司 打壓其它的外國競爭對手 那它是不是真的傻去說的話 其實整篇東西 我覺得是 不如它將那個 中國和美國 兩個名字對調 這樣就順了 這樣就通了 因為它說我怕你中國這樣做 我怕你中國這樣做 它全部怎麼做美國自己正在做的 它說我怕你來中國 就打壓外國競爭對手 這個晶片法案 這個對抗通脹法案 你全部都是在說 不只是對中國 是全世界都是 握財積戰去搬了一間廠去美國之後 哇 接著說 即是你不夠時間給一些補貼 補貼不是打算給你的 是打算給美國公司的 美國公司都說 喂 這樣就給我 那你什麼時候給我 但是呢 你又加了幾條款 那些公司就說 那當然了 美國公司本來就沒有一物 就是你給也好 不給也好 因為它沒有搬廠的 它不是說 將自己的生產機器 搬到美國 它一向都在美國 但是那些三星啊 財積電就慘了 它就投資幾百億去這間廠 打算拿回補貼 接著就說 哇 這條例其實我解釋不是這樣的 我還有幾條還沒說的 你賺到錢和我分 你要公開你的技術 你們所有的客戶資料都給我政府 你不可以和中國做生意 又不可以中國投資 又不可以賣給中國 所以有些人說 哇 如果這樣 我早了一次 早就這樣 我不來呢 這個就是誠信 這個國家已經沒有了誠信 沒有了信用 但是也很多人繼續去信 它沒有辦法 這個就是 人有很多種的 有些人是 美國 就什麼都對 它言論說完這篇 還有些 它想披著的 其實在輿論上面 只是稍微有識之事 都知道它說的 而是不合邏輯 不合理 那麼我們當然 我們中國也都 第一時間做了一個反證 那戴Sir 你講講我們中國 怎樣去回應 這個演講 怎樣回應 一會兒才講 因為的時候 我也想就著儲經這個題目 講一講耶倫的做法 當一個人 去一邊講好說話 一邊就講 他自己的立場 或者是打壓你的說話 其實那個重點呢 就是打壓你的說話 就是我們玩兩手 做人的事 一個唱黑面 一個唱白面 那麼現在耶倫呢 就同時唱黑又唱白 還有儲經剛才說 就他在整個演講裡面 目光是非常之外際的 因為他很清楚 他心裡面 不是想這樣的 他心裡面其實是想 中國去幫美國手 去解決財政的問題 這一點是我自己去觀察到 就是耶倫呢 整體的一個情況 還有他裡面有很多用詞 就很特別的 他從開始說 20世紀70年代 尼克遜 訪華 跟著也講到很多歷屆政府 美國政府是支持中國 融入全球市場 方向發生了一個重要的作用 就是我對你是有因的 是有一個因位在這裡 你應該就聽我的話 如果你不聽我的話 那你就是忘恩負義了 這一點是我覺得 美國在這個延遲上高 以及今次的耶倫演講裡面 是展現出一個非常明確的方向 那麼 就有一些西方媒體 很多不同的標題 就是很多標題黨 那時候 VOA就說 就說 Voice of America 美國之音 就說內容沒有新意 但是語氣 就有緩和的 語氣緩和 這些題目很可怕 我為什麼覺得這麼可怕 他裡面有說某些東西 我抽取他沒有一部分 這個是我們做節目 沒有辦法的一個情況 我沒有理由把整段東西都拋出來 我不用標題 但是在標題上 可以看到那篇文章的立場 和一些觀感 希望之聲也說 耶倫章發表 對華政策那些 那時候 我們《巴士的布》 也有一個標題 都寫得挺正常的 美中脫歐 將是災難 但繼續抵制不公平的經濟政策 那這也是一個事實來的 兩邊都說 香港01就說 耶倫將授美中那個 去談那個全球問題 那些這樣 但是的時候 星島其實跟巴士的布一樣的 有另一個標題就是說 美國和中國脫歐 將事災難 但美國將保護其國家安全的利益 在這裡我們就看到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現在耶倫的意思 我自己這麼說的意思 就是中國你要繼續做我弟弟 你千萬不要打算脫離我 這個是他最主要的意識 我現在是警告你 你必須要這樣做 因為我是國家安全 你現在就直接 涉及 影響到我自己巨大的利益 所以我要動手對付你 這個是耶倫這一篇稿裡面 最重要所傳達的意思 這一個講話 其實很明確的就是告訴全世界 我美國不會放過你中國的 因為中國的市場改革 是對美國有一個非常之嚴峻的挑戰 他講得很清楚 這個改革 是用國家驅動的方法去做 即是他暗指我們違反了 資本市場的規則 即是我們 他說補貼 說一些資助 但是如果我們要 出去外面進行發展的話 一帶一路也好 我們RCEP也好 RCEP也好 甚至金磚國家也好 你都是以國家的力量去協助其他國家去發展 這個基本上是必然的 美國就在這一點上 他覺得動了他的娛樂 這個對美國來說 他們是完全沒有辦法去面對和接受的 還有中國去做的 基本上就是很成功 還有不招人道是融彩 我們經常都講到 如果你有能力 其實在世界上 你都會遇到一些人士對你不滿 又或者是覺得你是對他有威脅的 這個 其實現在中國就遇到同樣的情況 那這個 還有呢 就是 中國他又表示 中國對美國和我們的盟友和夥伴 採取更加對抗的姿態的時候發生 那這個也是把賭果為因 我們看到他那個賭果為因的矛盾性非常之高 因為你是打壓我們 我們沒有去制裁你 沒有對你做什麼 我們的孔子學院宣揚我們中國的文化 也都被你封鎖 說不行 5G的技術 華為的技術被制裁 因為威脅到你的霸權 現在升年 你又想更加去恢復你的霸權 還有做更加多控制世界的事情 那麼事物文件那裡也隱隱約約透露了 裡面有真有假的 基本上 我自己覺得 未必全部都是真的 因為你這些事物的時候 實在太輕易太簡單了 而且用21歲的兵制出來去搞 對吧 那這些鬼信呢 找人信 找鬼信 那這一點是我自己的看法 那還有呢 我們一向就沒有打壓其他國家的發展 我們看到我們和韓國的貿易 本來對韓國來說是一個順差 但是現在韓國並不是疫差 原因就是 你對我們去做了什麼事呢 還有在美國上高 你要去中國化 你就結果搞到你自己去了全球化 那你將來可以怎樣做呢 我就覺得耶倫是遇到一個非常大的困難 就好像他繼續說 他說我們處於一個關鍵時刻 這個關鍵時刻是這樣的 世界正在面臨二戰以內 歐洲最大的一場陸地戰爭 就在其八年一遇的大流行病裡面 恢復過來的時候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債務挑戰 正在增加的 這個不僅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 以及我們已發達國家已經是一樣的 那個就是美國了 那個債務問題的挑戰是在增加的 而且這個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債務問題 都是美國搞出來的 是吧 他是把它當作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美元是全球性的 那麼有些國家包括我們自己的國家 已經面臨著經濟和金融體系的壓力 這句話也是一個重點來的 美國遇到極大的壓力 所以耶倫今次在演講裡面 他都重新再提出 他要去中國訪問 兩國應該負責任地打開溝通的渠道 但是我們中國到現在都沒有打開溝通的渠道 原因就是我們就不想做事 也不想幫你去做宣傳 說你可以來到 因為沒有必要 就是一而再再而三 接著的時候我第四第五次 一直在給你機會 你五次都是在做同樣的事情 為什麼我還要歡迎你過來 你說布林肯要聊天 但是你對我們國家是一點禮貌都沒有 那麼這次尹石穴又說 我們做得不對 我們這個外交是做錯了的 就表示他自己非常之憤慨 哇這件事我真的覺得 是不是調轉了來說呢 這個世界是 很奇怪 這些世界各國的領導人 到底是不是因為他們的新官 中了新官之後他們的老母 他們想這些東西 我們完全是 我們真的不能夠理解的 尹石穴你做到總統 雖然你是做檢察官出身 但是你都是這麼大個人 你講話都有腦子的 說回耶倫 戴維Sir說到阿牧他們就是 其實總結來說 他們是真的想求中國 但是你好像你是拉不下那塊臉 還是說是不是那塊臉這麼重要呢 大家坦誠 不是為了經濟 但是你明明擺明就是為了經濟 TikTok你也是為了經濟 因為你影響到Facebook 它的營收已經是 他們的點擊率的受歡迎程度 中國的軟件在美國的受歡迎程度 它的下載量竟然是前五名 有四個是中國的 那你因為影響到你們的蛋糕 你們就利用你的所謂國家安全 去掠奪我們的食果 那你這個擺明的 那到底他的腦子 你不是當我們這個世界 世人真是這麼蠢這麼傻呢 那我不明白了 包括耶倫 我覺得耶倫那份東西 就是他自己寫的那份過不了政審 被人改過的 有劉慶改又改 他那份應該是過不了白宮政審 所以我看到他是這樣唸 那其實如果作為手手有理智 還有真的有學識的人 是說不出這些說話的 自身矛盾 還有說一些東西出來 就是自己都很意思地說出來 那就是你自己在做的事情 你那個美國公司 是賣了那些叫硬盤給華為 那已經罰了三億美金了 那那些不是什麼高科技 那些其實是很簡單的東西來的 你美國公司買了一些 沒有什麼科技合量的東西 因為你賣給華為 所以就要打壓 那華為跟你美國都沒有關係的 你都不用那些東西 那關你什麼事呢 那為什麼耶倫可以坐在那裡 對著世界說出來的東西說 我們其實不是為了經濟而制裁 而是為了國家安全 那整篇他說的東西 講來講去很多標題都是說 遞出橄欖枝 釋放善意 那這些標題到底是不是呢 我看來看來我看不到 它所有所謂的釋放善意 都不覺是跟著後面又加了一段東西出來 我其實也會打壓你的 我們不想 我們想談 但是後面 我們想談之餘 你不要動到我的蛋糕 我又會打壓你的 那整篇東西就是這樣 你不要只抽一句好說話 然後後面跟著那句 恐嚇的東西你不說 那整篇東西呢 我覺得它就是 好像是面子又要 理智又要 又要好處 又要做壞事 還要呢 把一個精子排放給它 那我看整個耶倫的看法就是這樣 那 建於耶倫這篇文章 都可以說 多少反映了美國的取態 和他們的思維混亂 還有看到有一點點觀點的 我覺得現在美國的問題是哪裏呢 就是整個美國政府 他們背後是一個很龐大的 集團 一個利益集團 我經常說的 這個利益集團 主要是軍工集團 公共合體 也包含了醫藥 傳媒 這些所有可以賺到錢 能源公司 他們是一堆東西的 這些人 在美國生存 而不是美國人 所以他們做的影響國策 影響美國現在做的事 是會傷到美國人 而對他們來說 他們不覺得是什麽回事 因為他們不是美國人 但是他們在用美國的架構 它的軍力 它的地緣安全 它的經濟安全 因為他們掌握了美元 就是這個 無論你世界經濟 怎樣 哪裏出現問題 包括美國自己出現問題 出現危機 但是最後呢 在他們眼中來說 他們是不怕的 就算你的股票 跌了90% 對他們來說 其實他們都不會用到的錢 因為他們是不需要做槓桿 背後這個集團 他們拿著它是實實在在的資產 它拿著你的蘋果 電腦股票 它不做抵押去再借錢 它一百億就是一百億 你現在的市值跌到一個億 它都不要緊 為什麽呢 它都是放在一個桂桶 它不會拿出來的 那它會買多些 那它會把那些其他的流動資產 趁你跌到九成 又賣一些市值 所以對這個集團來說 你的世界經濟怎樣跌 對他們是無所謂的 他們不需要做任何的槓桿 做槓桿是你們這些被載割的 我們叫做拋羊毛 就是剪羊毛 被剪羊毛那些羊 我們的毛就是因為我們覺得很開心 做槓桿賺得很快 就全部是死在做槓桿 那這個整個美國背後的真正的操縱者 他們是不以美國人 或者美國國家本土利益為重心 所以它做出來的事情 是很荒謬 和很無日性 好了 那現在美國政府是什麽呢 就是這一幫人 受給金主 他們未必直接見到 操縱著這個世界的利益集團 包括拜登也好 特朗普也好 他們見不到 他們只見到他的代理人 代理人就是那些金主 就是這個利益集團 交給金主去做事 你去影響他這個政府的人 那為什麽特朗普被人踢得這麽快呢 還有這麽快對他呢 因為特朗普自己有錢 他不是那麽買那些金主 他是想你我做了總統之後 我自己賺錢 我用什麽這些金主給我 這個就是特朗普和Joe White的分別在哪裏 特朗普是真正一個狂人 還有一個很厲害做生意的人 還有一個唯利仕途 他唯利仕途就說 我擺明我就是唯一賺錢 中國大家如果我們坐在一起 有辦法談有錢賺的 我不會搞這些制裁來的 他就不需要去做政治制裁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要認識美國 現在美國政府做的事 有些技術官僚 好像葉雷倫 根本是發揮不了的 因為他後面那幫意識形態 有 即是他真的是那個阿爺 那個阿爺就是那個幕後的利益集團 指示你要這樣做 你要這樣做 所以我看美國將來會是怎樣 他會不斷在這個糾結 招姐 依自殺招姐 因為他們是幾個力量在發力 包括他們軍部有何他們部隊 他們的經濟的 他們的民官 他們的民選的那些所謂的議員 還有民選的官 因為美國體制裏面的地方 州裡面很多都是當地選的 大家的那個力量都不是在一起的 他們是不同的力量 去到國家層面聯邦那裡 他們出來講的東西 每一個部門 商務部 你財政部 你國防部 其實我發覺那樣事情 他們每一個部門自己各自為政 根本就是大家出來講的東西都不理會 他們的部門做的東西不關我的事 那你商務部說 你們中國應該和我們談多些 買多些東西 跟著商務部說 你們的東西禁止不能買的 那你又想和我做生意 阿耶倫又說想我買你的國債 但是專門說 如果拿著國債 我就隨時可以拿來 因為你影響我的國家 美國國家安全 現在你叫我和你買大豆買什麼 都不要緊我用到 因為那些是可以吃的 那些是豆來的 我們可以吃的 你叫我買那些天然氣 我可以轉賣給歐洲 加分一倍價錢賣給歐洲 但是你叫我買你的國債 但是你的國家安全定義 連TikTok都可以當是一個影響國家安全的 那我的國債 分分鐘你用這個理由 你又不會收我的 那我講到這裡 戴許Sir 看看你有什麼有趣的 跟大家分享 我們看到耶倫真的說了很多東西 如果說過去 我想我們這一個鐘頭的節目 就變成三個鐘頭 其實 但是有一點我們就要說回來 那麼耶倫就把很多責任 推入我們身上 說我們和拜登見面 即是我們習主席和拜登見面之後 兩個國家同意圍繞著文官經濟 加強溝通的 在氣候和債務困擾等問題上高 加強合作 其實就是經濟和債務 氣候問題當然想談 因為好像這個可以綁架中國 但是中國就完全不理會它 跟巴西簽了個 氣候協定的聯合聲明 那麼我們 即是看到現在 美國對於中國的問題 是把它綁在整個國際事務上去說的 包括之前我們看到一些小國的債務 以及我們也看回秦剛 部長我們在說的 就是現在我們在走一個 全球化的正確方向 在這個藍廳的論壇上高 在上海舉行的時候 秦剛就出席了開幕的儀式 跟著裡面提到一點 就是現在美國是真正的 跟我們脫勾斷鏈 這個是的 以及捉場撤旅 這一點 我覺得它雖然沒有直接說耶倫 但其實就是在說耶倫 耶倫的講話 那麼大家可能覺得 這個是繼續重申 還有我們看到耶倫今次的講話裡面 他是盡量把焦點放在 有關全球性的問題 以及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問題 那麼也沒有提到 台灣方面的問題 起碼我在目視觀察裡面 那麼這一點我覺得 對美國來說 是表現出一個非常之不同的一個氛圍 基本上 看它說什麼和沒有說什麼 這一點是 我自己覺得是要觀察的 還有最重要的是 我們是參與國際組織 和美國不同 不是基於規則的 那個國際的守則 我們如果你說基於規則 你這個規則的定立 究竟從何而來呢 我們去做的 有沒有一點是違反了國際的規則呢 這一點是我們國家所展示出一個 非常重要的立場和觀點 我們看到有一個事實就是 當我們去提出和其他國家合作 巴西也說 我為什麼一定要用美元呢 法國也是的 我後來翻查資料也看到 澳洲的鐵礦石在去年開始 就用人民幣交易了 這個是澳洲主動提出的 必和必拖 這個集團非常之大的 鐵礦石的炒商 主動這樣說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沒有提到他主動說的 這個很奇怪 就是因為 你看到整個美元的系統 其實是崩壞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為什麼我還要用美元 還有最重要的 如果這個世界上高有聯合國 我們是不是用聯合國的框架 去做事呢 這個世界上是WTO 而你又當初經過很多討論 也都令到我們接受了很多屈辱的條件 那我們加入WTO 對我們的成分是非常大的 那又包括美國就不斷用 就是之前很早年前 大家可能沒有印象 就說我們是貿易是外匯的衝割 去港外國家 又可以造成很多不同的法案 那我們出口的商品 由於大家都在做生意 所以我們要用很便宜的價錢 去解決美國通脹的問題 讓美國人民或者全世界人民 可以用很便宜的價錢 去買到他們的生活所需品 這些是中國的貢獻 還有現在我們人口這麼多 雖然現在世界地多的人口強角 第一已經被印度拿了 但是第二的人口強角 你對於我們的發展 我們是不是不要做一個代工的工廠 而可以真正站在世界上高跟你去談 美國在這一點上高 我覺得他是擔心的 還有我們國家很簡單 我要說的就是說 你要跟我合作沒有問題 但是這個規則應該是聯合國的規則 我們完全依據一個大家共同遵守 每一個國家要求的聯合國規則 聯合國憲章去做事 或者國際貿易組織 我們按照當初你定立下來的 大家同意的規則去做事 那就OK了 譬如對台灣問題 我們都用WTO跟他談的 對不對 那麼RCEP我們有裡面的規則 我們就按照那個規則去談 你說太平洋的規則 你這個規則 你這個規則 你是不是大家認同 你的規則是幾個國家之間去合作的 我覺得呢 對於陳剛這次的講話 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 說回一些底氣 這一點我覺得 是大家需要觀察 以及繼續留心 因為如果你給美國再一個話語權上高 再拿回來 我想對於全球來說 是一個非常嚴峻的考驗 你沒有辦法避得過 美國一次又一次的收割 人蠢一次 我會說你不小心 蠢兩次 我會說你固執 蠢三次 我覺得你有沒有搞錯 蠢四次 我就覺得 你不是路 你發生什麼事 對不對 這個就是這樣 所以沒有辦法 全球會不會再蠢下去呢 我不知道 但是老美似乎想繼續蠢下去了 朱經 總結一下 聽到你說蠢下去 到底他是真傻還是假蠢 我們不知道 但是現在看到就是 那些諸七國 大家 就是來看那些所謂的世界領袖 坐在一起 發表什麼聲明 怎樣 就是 每個港道好像就說 立起了三袖 又是要拿假衣 我想起 就看回一些 古惑仔電影 就是那些過戲老大 一班的過戲社團大佬 又沒有錢 那整班人在那些 油麻棋 心水堡的茶樓 圍在一起 每個都說到 怎麼打閉以前 以前 我以前怎樣呢 那整班這些過戲叔父 就坐在那裡 又說要打誰 又說要打誰 到最後 他們說老闆 埋單 打樣子 然後每個袋包出來 只有幾元的雞 整班人合起來都不夠錢 埋單 連茶錢都不夠 但是每個都說到自己 那些社團大佬 以前怎樣 麻煩 現在想著要怎麼做 好好一起做 就是等於現在 豬七那班人 整班人都說 怎麼做中國世界 講來講去 你們自己打那個荷包 連那時候 查完單 你都不夠錢 你不要跟我說 那麼多這些事情 就是 他們真傻還是假傻呢 我覺得就是可能 他們那些白人的殖民主義 還未曾看清 成世 還以為自己高高在上 我們白人大小 好吧 今天講到這裏 就這麼多跟大家分享 還有一點 還有一點 你還沒說汪文斌 是呀 汪文斌這個要提一提 因為我們看到汪文斌 就回應了耶倫的 那麼耶倫說 中俄的關係無上限 那麼我們外交部就說 任何外國都無權干涉的 這一個是一個沒得來的 我覺得這一點 是很值得跟大家講一講的 因為很特別 剛才主機兄在節目之前 跟我提到說 我有講講汪文斌 看看怎麼看 這件事很棒的 不要這麼快收視著 哈哈哈哈 繼續繼續 大家不要睡著 各位網友繼續 不是很精彩 很精彩 所以說真的 我有好幾次的時候 在打開Google 去找一些資料的時候 我都看到 主機兄的節目 給你放上去 這個很特別 油管很少這樣做 我們講得很精彩 大家都想看 包括你和冷眼的節目 這些是清潭式的節目 我想很多朋友是會喜歡看的 S先生都有 這些大家都很特別的 李柱英 是的 你講 温文斌 你來講吧 温文斌 不如你講精彩一點 不是啊 你精彩一點 你有什麼看法 我們大家加下波 猜方才好玩 包括温文斌也好 包括我們現在的秦康也好 我覺得我們現在是 中國的外交那個 這個抵氣 已經不是 就是他有一句名言 就說 你要我 罵不還口 打不還手 對不起 抓不到 這個是我們那個 基本的論調 那麼現在我們 在 見到我們 外交部的 發言呢 很多時候是 直斥其非 已經不需要 其實外交一向都是 講一個包裝 就是所有東西都留 就是 講任何的 都叫做 凡事留一線日好相見 不會講到這麼盡 大家看到 我們已經是對美國 已經失去信心 失去了耐性 我跟你說 講到這麼遠轉的東西 戴上說 你真不懂 你傻一次就行 我說得這麼清楚 你說要來我中國訪問 我最多不出聲而已 喂 這樣你都不明白 我沒有同意你來 最多不出聲 就是你有你去講 他有自己的考慮 什麼時候來中國 什麼時候來訪問 我都沒有答應過你 現在不是 如果我問郡靖 是說 這是他們自己的計劃 我們中方沒有這個安排 直接是已經講到這樣 其實是很打臉的 但是他們 詐傻照樣 這樣 對這個 美國 美國現在還在拿著這個態度 對我們中國 其實中國已經講到 在零 所以是零人 其實這個中美之間的矛盾 脫鉤 由途到尾 中國是無意去這樣做 都是你現在美國做出來的 我們都分開事實 事實你做了什麼 我們就說回 最重要的是 你不要說一套做一套 你現在一路做的事情 都是說 是這麼說 無論你 耶倫說你 三十分鐘 還是三十個小時 你說的內容 和你做的事情 根本都不是一回事 你這邊說了 想我們兩國領袖 我們怎樣去保持溝通 保持這個 以世界 什麼 其實你想 講來講去 你想把這個責任 像大術說的 你把他扯到這個國際層面 你只是想拉我們下水 抹黑你 講到好像 那 就中國的壞人 他不肯參與 等於這個去賺給減債方案 就是對非洲的減債 對這個環保 非洲的減債這個也是很毒的 事實他不說 其實那些國家 百分之七十大頭 就是你們那些西方的金融機構借給他 而中國借給他的是小的 現在他就不是這麼說了 一說就是你中國就以債務控制非洲 是不是 現在你要救非洲 首先中國要減債 你們中國就不准收 那他不說他那些 其實真是 你拿人命的那些就是西方 西方的非政府 他們非政府的金融機構 那就是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那就是戴Sir 看看你講的說法 我看到汪文斌的說法 我們外交部的措辭是越來越強硬的 因為很多都是重申我們原生的立場 包括不結民不對抗 不針對第三方的原則 發展相互尊重和平共處 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 還有我們看到美國在搞那個小圈子 實在是挺不怕的 還有剛才柱基卿也提到 那你美國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傻傻傻 我們都沒有邀請你來 我們不跟你對話 你都很清楚你做什麼 就是你做錯事 你做錯事 那你要談 你又不守承諾 那你玩什麼 你是不是想繼續這樣做下去 我自己個人的小小看法就是 這一點 我們國家有時候 不要再說太多了 做就是最重要的 回應 短回應 做就多多 甚至有時候 有些國家對你沒有事 我覺得真的要做事 盡快去做事 雖然我們是以和平共處的 合作共贏的 但是有人不想共贏的 你外交的口水戰 雖然看起來很精彩 但是也很煩 就是有很多人的時候 借著這一點 去不斷去滅開我們 我們要不斷出來澄清 就是直接做 直接談 那我就覺得 我們外交部現在 尤其是今年大外交 我們要見到很多的 國外的元首 和一些首長的 例如很多合約 和國外的聲明要簽 這個情況 其實正正表示 我們國家都廢時理會 你 是吧 你已經不是 很友善地對我 你要逼我要友善地對你 世界上哪有這麼傻的 是吧 就是我不罵你 已經是很幸運 你應該是阿里吉蒂 那這次 我們看到耶倫這篇 這篇講的方式 我們看到 美國的行事 真的已經沒有了一個準則 他完全 就已經毀壞了 過去他自己的那個 霸契強勢 那 儲經我想你印象很深的 你想想以前美國 一聲令下 大家就照做的 你的規則就是世界的規則 靈天下 莫感不從 是啊 沒錯 莫感不從 但是現在的時候 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 我自己去台灣 有很多的台灣人覺得 美國講話 全世界都會聽的 打個黑癡 地球就會地震 所以美國講話 堅如盆石 那這個是不是 大家自己想 所以這次耶倫整個 就是 講話 我覺得是可以給我們很多提醒 那這一點 和大家分享一下 下一個星期再和大家再談一下 應該有很多議題 好嗎 朱兄 好的 謝謝大家 今天就講到這裡 好了 今天時間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 拜拜